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房子越住就会越有这个主人的味道 所以跟着年纪长大 我想每一个人对美的想法 对生活的概念 对品味的造成 都是会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 有人喜欢越老 东西越少 我喜欢东西比较越多 做一个设计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很认真地听业主的需求 设计师本身 当然他有对艺术 对美的基本的一些概念 符合你的功能 又可以把你的最后完成的时候 是一个美的作品 所以这个是我在做 每一个设计案的时候的一个坚持 最后的一个法官 一年多前 我有一个案子在上海 新天地 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大胆的假设 甚至叫做破坏创造 出来的一个新作品 另外还有一个作品就是 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业主 那这是一个 我现在目前在曼谷 擁有的一个我自己的家 那它同时是一个对外营业的 一个精品旅馆 当时这个房子的设计 是走殖民风格 那我也故意把这个房子 盖得像一百年前左右的房子 开心有没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完成一个 没人在引导我的一个作品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学德文的人 爱上德国机器的这个技术 然后再加上 我很惊讶的就是德国的东西 不但是有它精密的程度 它的样子也都很吸引我 当我看到一个好的刮胡刀 它就是会陪着我一辈子 就是因为它的好用 那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工匠的态度 把机器弄到让你刮起来 虎子还没长出来都想刮一下 拿在手上又觉得很过瘾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对美跟对功能 都必须要照顾到的一个好的产品